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仅代表TF少年公共场节目是夏天的下台热门 请务品拿出本来自白的热情和认真对待舞台 为观众们创造风流遗憾的回忆 另外一位信称观众们下台热门 请你准备好你的尖叫和掌声 拿出不亚于练习生物的热情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首唱演出即将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 之前有看过儿子的演出吗? 之前肯定有看过儿子参加的一些唱歌的比赛 那么看他的时候肯定觉得很可爱 很激动 很多时候觉得这样一个小不点的表现还挺让我出乎意料的 最近大家回家等会录视评价格老师等下练习病毒 那妈妈也在儿子身边好像不错呢? 当然有旁观 因为韩瑞是一个特别愿意展示出来的孩子 他也很愿意 在旁边观看 对这一次节目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孩子们这一段时间 一个努力训练的一个结果的展现 因此作为家长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对每一个节目都很期待 孩子回家后有除了播阵演出的压力吗? 妈妈有跟着一起比较吗? 一般会怎么回来的还是个压力呢? 我觉得韩瑞如果说他比较紧张的话 有压力的话 他一般不会很直接的表达 但是呢 他一般会就是回来你会发现他在默默的在一旁 就自己在思考 会就是想一想 会想一想自己哪些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自己再练一下 当然作为妈妈的话 肯定我们也会跟着一起挺紧张的 而且我觉得好像我会比孩子还要更紧张一点 那么怎么去缓解他呢? 一般就是他回来之后主动的陪他 跟他聊聊天啊 聊一聊他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再给他打打气啊 大家加油 那么最后想对儿子说的是亲爱的韩瑞 就是看着你平时努力认真训练的样子 其实我们真真心的觉得很骄傲 你一定要相信努力加坚持 一定是我们最应该保持的最好的一个品质 那么爸爸妈妈呢 永远是你心灵的港湾 会陪伴着你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加油哦 我最亲爱的儿子子晨 但妈妈还是想叫你的小名呱呱 第一次入演 妈妈就陪伴着你 在舞台上的你自信并侃侃而谈 出现光芒的你闪闪发光 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最近学习压力很大 但你每一次都记得要练习舞蹈 让妈妈为你拍摄 但有时妈妈也不因为工作耽误你的练习 看着渐渐懂事的你 为自己的热爱在努力 妈妈很欣慰 期待你的星座绝配这支舞蹈 妈妈也是从小练舞蹈练体育 深知她的苦与泪 但你从来没有向我抱怨 或者有放弃的想法 你是妈妈心中最棒的小孩 加油我的乖乖 在这里妈妈教你一个小窍门 每次妈妈带着学生参加比赛 她们出场紧张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她们 轻轻闭上你的眼睛 想想自己的每一个动作 同时深深吸一口气 再慢慢吐出来 紧张感就会缓解 相信对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哟 之前有看过儿子的影响吗 看过 以前贵员的每一次表演 我都会去观看 然后我会在台下为她加油 看儿子表演时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和平时是否很大反差 看贵员表演的时候 说实话 我觉得我自己比她还要紧张一些 因为我担心她因为紧张而影响到发挥 但是每当我看见她在舞台上 展现自己的时候 说实话 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 感动的是她为了自己的梦想没有放弃过 哪怕她自己做的不是那么的好 至少她坚持了下来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很为她感到骄傲 在舞台上的她和平时反差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看起来比平时要自信许多 其实每次贵员回家练习的时候 我都会坐在旁边看 然后她以前学习街舞的时候 每次回来练习 我也会坐在旁边看 然后我经常给她开玩笑说 我说贵员 妈妈可是你最忠实的观众哦 然后她的外公外婆也时常会加入进来 然后在旁边给她补上这些 然后她每次看见我们在旁边补上的时候 她自己就会越跳越开心 越跳越兴奋 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要比较期待节目吗 我比较期待故死之生这个节目 因为是他们第一次跳活风舞蹈 所以说比较期待 还是回家后有出入过电影出的压力吗 一开始的时候贵员她并没有说过她有什么压力 然后最近表演的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 她那天突然对我和她爸爸说 她说爸爸妈妈 她说我突然感觉到了有一些紧迫感 还有一些压力 然后当时我们就对她说 没事你自己以平常兴趣对待嘛 然后平时自己好好的去练习 因为只有你练习好了 你自己才有底气站上舞台 这样你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紧张 才会好好去享受舞台带给你的快乐 妈妈有跟自己紧张吗 一般会怎么缓解孩子的压力呢 其实我还好 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期待会多一些 因为如果我自己表现出紧张的话 我觉得我会影响到她 这样的话贵员她会越来越有压力 然后在她有压力的时候 我会和她聊天 然后讲一些自己以前的一些相关经历 然后和她分析 然后缓解一下她的情绪 减少一些压力 贵员 记得有一次考核后回到家 妈妈问你当时紧不紧张 你说不紧张 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 你说紧张也要唱 不紧张也要唱 那我还不如选择不紧张 这样才不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当时妈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觉得你真的长大了 其实很多事情需要我们自己 今天后才会误出一些道理 所以妈妈相信这次舞台 你自己也会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 从中去面对 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 爸爸妈妈和外婆也会在台下给你加油的 所以贵员 好好去享受舞台吧 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加油 最后呢 妈妈想说一段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画给你 春天来了 天会很难 人会很多 如果你愿意相信 我们是一颗种子 请你再给他浇点水 请你让他再见点阳光 终究有一天 我们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嗨 心 很意外吧 妈妈会通过这种方式跟你说话 今天呢 妈妈想通过这个婚评 跟你说说我笑你的话 在妈妈记忆里 好像还没有认真地夸奖过你 你真的很棒 在妈妈心里 你是我最优秀的儿子 这几天 看到老师发来你每天练习的视频 每次都特别地认真努力 一个人在重庆 也能把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安排得很好 让我声音觉得你长大了 变得越来越独立 越来越有能力 妈妈感到非常的欣慰 这次的演出 我想你也许会感到紧张和不安 就当每一次上台都是一份历练 参与了便是成长 当灯光亮起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在台下陪着你 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另外我还要告诉你 我们也是你的粉丝 以前从没有听你唱过摇摩风格的歌曲 这次也是非常的期待 希望在舞台上看到一个阳光自信着你 我的男孩加油哦 之前有看过儿子的演出吗 之前有看过他的演出 但是都是那种小型的演出 不太正式 而且为数也不多 看儿子表演觉得和平时差别还挺大的 感觉很神奇 平时儿子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朋友 蹦蹦跳跳 如实还挺调皮的 但只要一上台表演 感觉一下就长大了 变稳重了 我只用三个字形 酷 爪 帅 最近大家回家都会录视频 因为老师检查练习进度 那妈妈也在儿子身边旁观过呢 我一直在旁观 永不落下任何一次她的练习视频拍摄 儿子所有的唱跳表演 都是我很期待的 儿子回家后有出入过对演出的压力吗 肯定出入过对演出的压力啊 但是也还好 感觉她更多的是对这次演出的期待 估计因为年纪小 对这次演出的这个规模 还没有一个概念吧 妈妈有跟着一起紧张吗 一般会怎么缓解儿子的压力呢 我肯定紧张呀 我感觉我应该比她更紧张 毕竟这么大 这么正式的舞台 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 但是我们会一直鼓励她 一台加油打气 平时在家练习的时候 爸爸甚至会陪她一起唱一起跳 这样我们觉得可能会让她的心情更放松 能缓解到一些压力 能更好地去面对这次的挑战 亲爱的儿子 在爸爸妈妈心目中 你永远是那颗最亮的心 希望你克服一切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 加油哦 之前有看过儿子的演出吗 之前也看过她的演出 我觉得她演出的时候特别帅特别认真 平时她是个比较不爱说话的孩子 但是演出的时候反而显得她很活跃 最近大家回家都会录视频接了 是给她订阅的 那妈妈也在儿子里怎么会做呢 每次都是我帮她录视频 也会给她一些不同的建议或者意见 儿子回家后有处理过对于演出的压力吗 压力她倒没有说过 反而我觉得她很开心也很期待演出 我会有一些紧张 我也会对她说不要紧张 在台上一定要放松自己 你一定可以的 我希望她在以后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更加用功 追求自己想要的 加油 之前有看过儿子的演出吗 有看过以前小学的时候 经常还是会有一些舞台上的演出 看儿子表演时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你平时是否有很大的反差 感觉还是挺神奇也很可爱 我平时的反差也挺大 平时还是挺害羞 然后舞台上的话 我觉得表现还是可以 其实以后如果是能够再大胆地表现自己的话就不好 最近大家回家都会录视频给老师检查练子进度 那妈妈有在儿子身边旁观过吗 有的 每一次录视频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和她一起去对待 有比较期待的节目吗 就是挺期待她的那个唱歌 有 有 她说我还是非常紧张 第一次登台表演 我也挺紧张 平时的话我就多给她一条鼓励 让她缓解一下压力 希望她能发挥好自己 能够做好自己 尽最大的努力就行 之前有看过儿子的演出吗 之前的话有看过娃娃的演出 但是出了第一次录音的话 其他的都是培训进入 中第一次的相信演出 很少 而且那个时候 没有那么会注意到她的 所以我就在紧张 只是当期短了一会儿 所以心情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看她演出的时候能说呀 有时候觉得和平时差不多 可能还是能够喜欢笑 待梦待梦的看起乳乖 反正感觉还是看到多人喜欢嘛 有时候觉得 哇舞台上好帅呀 好苦啊 感觉好像有进步了呀 都觉得好生气 这个那么帅的小孩 居然是我生的呀 我讲了 年纪是这样的话 我肯定要看嘛 因为我有个人路上 所以我确实真的是不会拍 平时啊 也很少拍照啊 如像那些 拍出来的效果 我个人都晓得 实在是一言难尽 但是我真的尽力了 确实是不会拍 只有麻烦大家将就看一会儿哈 但是她们每次录的事儿 都还是很认真的 我都感觉到她那种 她那发自流行的那种实景嘛 不认真 比较期待的节目的话 我觉得她的每一个节目 我都是很期待的 因为不管是每一次进步啊 哪怕是装发造型的变化呀 每一次感觉好像都能看到一个 行程居民 虽然不够完美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看她每一次的进步 或改变 那母亲还是觉得很欣慰 还是回家后有出入过 对演出的压力吗 她回来有说过 她说她很紧张 之前第一次录音的事儿 她都说她当时上台的事儿 脚都在发抖 而且那次的人更多 她说她想到她心跳都要加快了 说实话 我自己其实也很紧张 因为原来 并没有人会在舞台上去注意她嘛 但是因为进了公司 说真的还是很谢谢公司 很感恩 公司发现了她 然后培训她 给她机会 让她从默默无闻到现在 被那么多的人 人士或喜欢 如果有那么多喜欢她的人 会全程关注她嘛 所以说 其实她每一次演出 我也是多紧张的 但是我也跟她说 我要把你这么紧张 要转化成动力 我说的紧张是因为人多少 但是这些人都是喜欢你的人呀 他们可能从何远的地方 特别跑过来看你 支持你 你要感恩 你要做的都是把最好最真实的自己 展现给他们看 平时训练的时候 自己默默努力 一点一点 慢慢提升自己的思念 做好准备 今天是参加两个大名舞台哈 加油哟 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我们都会为你加油打起 我们的windows里面 真爱分了 哈 为你加油 为你骄傲 爱你 摸摸哒 最近有看过儿子的演出吗 有看过 因为从小到大 都是我陪着她蹲蹲蹲蹲蹲 各种培训制作举办的 会做演出 学校庆节和一些比赛 不过公司这次举办的大型专业演出 还是第一次 看儿子点眼时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和平时是会有很大的反差 当然 每次在台下看到她的演出 心情都会发生不同的电话 从最开始在舞台上各种可爱搞怪 会让我笑得前赋后仰 到现在的每次演出 妈妈都会热泪盈患 因为有看到你在看梦前行 舞台上的你和生活中一样 是充满自信火力的少年 最近大家回家都会录视频 爹老师给猜予进度 那妈妈有在儿子身边讨论过呢 不忙的时候会和她一起看 然后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我们两个也会讨论 有比较期待的节目吗 她的个人solo和一支四人舞蹈 这周五是她第一次产次 加上有些难度 所以很期待 还是回家后有同意过对演出的压力吗 没听她说过 她看样能力很好 她的性格是那种 只要没倒下就玩十米干的了 妈妈有跟这一起紧张吗 一旦会怎么缓解儿子的压力呢 当然会紧张呢 演出完或者考试完 会带她吃些好吃的 买些玩具呢 或者去游乐园玩些有挑战性的项目 如果时间充足 会带她去旅游 我和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懂得承受压力才能撑起生命的坚强 最后想对儿子说的就是 BB 妈妈看到你的努力和自律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最棒的 好好享受舞台吧 爸爸妈妈姐姐永远爱你 加油 杨博恩的每一场演出 杨博恩的每一场演出 我都在说是最正的 他成了每个阶段吧 看来这点很迟 更不强的感觉 我平时是发现很大的反差 杨博恩有一个特质 就是她那个无论台下怎么高冷 上了台以后还是有表现力的 我感觉台上和台下是不同的小孩 但都是她自己 她是属于从小就在家撒花 出了门以后 除了特别熟悉的人 其余时间不太爱说话的类型 就点心了双子座 性格反差还是挺大的 当时让她学街舞 也是为了让她能更加的自信 更加的外放一些 最近大家回家都会录视频 给老师给她练进度 那妈妈有在儿子身边旁观过吗 因为杨博恩是自己 在北京这边训练 基本上都是根据老师的视频 进行学习 所以我会旁观她的学习进度 杨博恩独自练习 我还是会陪着她一起看视频 85呢主要还是她自己 我主要就是多次进度 因为会担心 跟大家会合以后 拖后腿 那有困难呢就一起克服困难 整体问题不大 杨博恩还是非常给力的 那我比较期待的节目吗 所有的节目都很期待 我最期待的有一个节目是 不死之身 因为这个舞蹈形式还是比较丰富的 就包含了起舞 双人舞和单人舞 在舞台上呈现 应该会非常精彩 还有一个就是不完美小孩 小阳第一次跟大家和完以后 回来跟我说内心是有些触动的 一个是听了歌词 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舞台表演 小阳没有受过演出的压力 他通常表演都是在上台之前会有紧张感 那这次舞台的压力主要还是因为训练的时间太短了 就跟大家在一起磨合的时间也会相对短一些 就时间上的压力会比较大 我目前也不紧张 估计等到他上台之前还是会紧张 毕竟是第一次跟大家一起的舞台 就希望还是能带来一个没有遗憾的表演吧 应该会怎么缓解儿子的压力呢 因为小阳平常很少拿手机 我看到他训练特别辛苦的时候呢 也会很心疼 就会利用路上的时间让他玩一个游戏 因为他说过玩游戏可以分泌多巴 那快乐总还是要有的 还有亲爱的儿子 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给你加油 这个感觉就还挺奇妙的 你也知道 妈妈是一个笑点和泪点都非常低的人 这个环节在现场眼睛肯定会洒水 又要被你笑话了 我想说的是 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都要真切的感受生活当中的情绪 即使是在舞台上 你也要用心的去感受努力 体会热情感触真诚 认真努力的做好每一次的表演 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那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想说 展恩你来到爸爸妈妈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的小家就更美满 温馨幸福 你可以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爸爸和妈妈 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加油儿子 爱你哦 爱你哦 有的我记得仲宇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四岁多的时候 当时还得了一个成庆地区的季军 在那之后仲宇呢 陆陆续续参加了也蛮多的比赛和演出 应该说他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参加了的 然后我是想人生比较重要的时刻 还是希望有妈妈陪在旁边给他加油 看儿子表演时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和平时是否有很大的反差 还是有反差的 因为他年纪比较小嘛 那平时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小朋友 小宝贝 那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 他是那种大男孩 有那种大男孩的帅气的感觉 其实我比较佩服咒鱼的一点就是 他从小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 上台比赛呀演出呀 他都很自信大方 一点都不露切 不像我 我小时候上舞台表演啥的 就还蛮紧张的 所以这点我觉得比妈妈强 最近大家回家都会录视频给老师检查练子进度 那妈妈也在儿子身边谈谈过吗 中雨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 他每天自己练了以后 他就是自己录视频 然后发给我 然后我再发给老师 因为我工作比较忙嘛 所以陪他的时间就比较少一点 我应该比较期待Shyan吧 因为中雨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个舞蹈 我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嘛 他就拉着我要跳给我看 当时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嗯 好像他蛮适合跳男传舞的 是挺帅的 所以我挺期待的 加号有处理过对影出的压力吗 压力还是有的 我记得有一次他学那个施力我吧 然后回家 他本身做完作业就大概十点了 然后他要练真舞 就练了蛮久都没练好 嗯 然后当时他就还哭了 眼睛红红脱脱哭了 但是我说你哭了 他还不承认 缓解孩子压力这个事 我我觉得我得请教一下其他妈妈 嗯 说实话我自己的话 因为就从小比较独立嘛 然后嗯 康爱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当他要是对我说到 他遇到什么困难啊 然后他觉得 嗯 他做不了这个事的时候 我一般就会跟他这么说 我说哎 这点困难算什么 我说这点困难 不会难倒我们家中语的 我们家中语会把困难打倒 嗯 不会被困难打倒 因为你是妈妈的儿子 嗯 我一般会这么说 嗯 其实中语嘛 因为他比较小嘛 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 嗯 也会在压力之下 会有一些 就是比较 难过呀 或者比较沮丧的时候 嗯 但是他也会 调整自己 就是说 他可能难过之后 或者哭过之后 他又会迅速的调整过来 然后再去 把这个事情去完成 最近呢 中语是 非常喜欢 不完美小孩这首歌 其实妈妈也想说 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没有关系 虽然你是不完美小孩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小朋友 妈妈也非常爱你 嗯 这次舞台呢 妈妈就希望你好好的享受舞台 因为你从小就很喜欢跳舞 这两年呢 也非常喜欢唱歌 那你就好好的唱歌 好好的跳舞 享受舞台 妈妈还有你所有的家人们 都会一直支持你哦 爱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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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佳森 你好 实际听过来的真正 转眼睛 你已经在公司训练了一年了 你从零基础开始学习 直到你的第一次考博 第一次录演 以及即将到来的5月3号的演出 你的每一次表演 爸爸妈妈都会观看 在这一年里 你辗转于学校的学习 与公司的训练 虽然有点苦 有点累 但你也历念了成长 收获了快乐 妈妈也为你而感到高兴 在舞台上 也让妈妈看到了不一样的你 印象最深的事 运动会时候的舞蹈 你阳光活泼的样子 再加上那时的发型 那时的发型 看起来真的特别可爱 在这里 妈妈特别想吐槽一下你的发型问题 每次舞台 因为发型不同 你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但确实你的发量多 我发指出 真的很考验你发型的水平 如果说 对你进入节目的期待的话 我更想期待 你在舞台上吉他弹唱 因为你以前都是在学习舞蹈 其他接触的比较少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你能有更多的尝试 学习更多的新鲜的东西 佳生 5月3号的演出马上要到了 你最近找出晚归的忙于训练 妈妈知道你也很辛苦 你也未曾在家透露过演出的压力 但妈妈知道 你内心可能还是有点想紧张吧 因为妈妈也怎么样很紧张 必定这是你人生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而且节目的准备时间也比较紧 节目的数量也比较多 这次 妈妈想对你说 不管做任何事情 既然选择 就要拼尽全力做到极致 儿子 加油哦 妈妈相信你一定行 最后 妈妈再唠叨一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你一定要好好吃饭 平安健康长大 四比七早餐 你吃了真的太少了 现在你与同龄人比起来真的太瘦了 太瘦了 太瘦了 大家 现在我是汪君西妈妈 是不是有一点小紧张 在校园前吧 都没有怎么看过儿子的表演 这是小西第一次邀请我去看到他的表演 在去之前呢 一直在想象 儿子在舞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当节目开始的时候 看到你在舞台上自信表演的那一刻时 心里是很激动的 感觉你在我的心里一下就长大了不少 你的每一个节目 妈妈都是有路的 虽然在你的心里认为自己表现的还可以 但是儿子 妈妈想告诉你 你真的很棒 其实在家里小西也会录制 我一直练习进度视频发给老师 因为没有注意自己的原因 我都没有在身边陪你 有时候问你的时候 你也只会对妈妈说 放心 还好 不会的 多多练习就好 所以 小西 对不起 妈妈没有怎么陪你 妈妈也相信你是可以的 马上呢 就要演出了 虽然你表现出了没有什么的样子 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你的紧张 让我也有一点点的小紧张 但更多的是对我的期待 还有激动 我呢 特别期待你跳舞的节目 你跳舞的时候 完全就是给了我和平时不一样的感觉 充满了自信 让妈妈感到很欣慰 其实有太多态度的话想跟你说 可妈妈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懂我的 在这里呢 妈妈想跟你说 儿子 别紧张 你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妈妈是看到的 你的付出妈妈也感受到 在心里你就是妈妈的骄傲 在这样一个好的范围 在这样一个大家情谊 好好的锻炼 越来越好 也感谢这个家庭中的老师们 家人们 最后祝各位宝贝 这次演出成功 加油宝贝们 加油儿子 妈妈爱你 我们爱你 不要抢 我们爱你 我也想抢 我也想抢 我也要抢 我也要抢 不要抢 不要抢 我们要抢 妈妈都很期待 为什么 因为跟个好好 你很紧张 是的 妈妈就是要等你 但是妈妈心中 好好地路你 我有一步 不看着眼影 我真的是看着你 一点一点挺不上来的 虽然只有时候会腼腆紧张 但其实雷先是可爱与勇敢的 我的三个面很不一样 是上上发光的 是勇敢的 接下来我们觉得要出发 走向这条罗 那就一定要 不切的心 再玩玩的 妈妈相信你 一定有着无限的可能 容易挑战 不断尝试 一定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永远是妈妈的骄傲 希望你在腐腆上 达出最好的状态 我们都很期待你演出 加油哦 一做小朋友们演出顺利 然后我们正片播出后的一天就是母亲节嘛 那大家要不先一起祝一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直接立个头 三二一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然后大家一起喊一下加油我们都结束了上课了 我们大家会努力完成这次舞台 然后我们一起来喊个加油吧 三二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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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去上课了 好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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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前面我们还听了母亲节的录音 然后我们也听到你妈妈声音出来的那一刻 你一开始认出来是妈妈声音吗 认出来了 那个声音特别太认 但你一开始的表情好像并没有 一下子反应过来还是什么 还是你这装作没有认识 我没有认识 就是装作不认识 然后呢到后面的她不识化 之后然后呢我就是认识的是我妈妈的声音 妈妈说你平常不爱说话呀 我不是爱说话 对为什么没有在妈妈面前展示出你爱说话的这个 我刚刚说我没说话 本来不是我妈妈的 听了妈妈的鼓励以后 我心里有什么比较挫动的地方吗 以后继续加油 不要放弃 那你待会儿训练会不会更加努力 听着妈妈的话也会 肯定 不需要更加努力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爱你 我是父子梅妈妈 首先感谢你们对父子梅的代表 经理他一个平台 然后父子梅那么想说 儿子谢谢你 你辛苦了 虽然练习很累很辛苦 有时候回到家 你说脚连胀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回来到头就睡着了 妈妈刚才也辛苦了 但是 当妈妈看到你 正在台上眼中 那个眼里有光 台下听到掌声和哄声的时候 妈妈觉得你是最棒的 你睡觉了 你长大了 就到了大家的领域 你心里很开心 妈妈其实心疼你 但是 我希望你的人生有光在 儿子 好好加油 不要忘了出现 加油 没有想到你一听就落泪了 有没有想到妈妈快个爷 落这么一段苦力 我没想过 为什么呢 就是在家 我不怎么给其他哥哥说话 但是妈妈 其实就是你的心口 都看在眼里 妈妈说哪句话比较出动你 妈妈说哪句话 就是 就是 健常关注 然后 发现我回到家 一早就睡着了 妈妈品尝工作忙不忙 妈妈是不是也很辛苦 对 嗯 大家都很辛苦 那希望你们 你去以后就可以 好好的抱抱妈妈 对妈妈分信息啊 什么的都可以 母亲节快乐妈妈 母亲节快乐妈妈 就是你刚刚是母亲节采访里面第一个出来的录音 怎么样听到那一刻有比较意外吗 确实特别意外 这一拍我属实是没想到 但是 我还是 嗯 虽然说刚刚那个录音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我 很疑惑 然后 终于一丝熟悉的感觉 然后 我就 我就 突然有点紧张 然后尴尬 就不会是我妈吧 然后 我就自己听 那个 那个 字幕也写得出来 张传对妈妈 我当时很难 但是 其实 听到最后的时候 我还是 还是感动了一刻 呃 但是 那个时候我还没哭出来 嗯 还是憋住了 然后 但是 王俊熙妈妈的那个时候 呃 就是 呃 说了几句 比较感动的话 然后 我们 很多小 很多我的朋友们 全部都那个 哭了稀里哗啦的 然后 其实我确实没想到 嗯 我在别个妈妈说话的时候 哭了自己的妈妈 的时候全没哭 回去我怕是要找打 没有 但是你在你妈妈那个录音出来玩以后 你就说有点感动 嗯 还是很感动 就是 那个时候其实 我没想到 情绪其实没有那么的 就是 想哭 然后但是到了后面 就是 经过各位家长的那些坏的堆积 然后呢 然后 我 就是 确实王俊熙她 就是 很好 然后 我就 就是 特别是那一句对不起 我就 特别想哭 然后我就 哭得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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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这些给我的鼓励 可以 非常可以 我还是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说不出来 那种 很美妙的感觉 妈妈 母亲节快乐 妈妈 这一出来是一下子认出来了吗 哦 是 很快就认出来了 然后听到 这个心情是怎么样 我是 没有激动 为什么会激动呢 就是 能在 就是 我们次的力气中当中 听我妈妈 给我说的话 我觉得是 比较 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妈妈是做体育方面的那个老师对不对 对 不过她经常 因为是对于 舞蹈方面的 然后她也经常给我压腿 对妈妈对你说的话里面 印象最深刻的说哪句话 就是 关于 她 在她自己的职业项目里面 就是 她的经验 告诉我 我会在 上台前 好好 应用 妈妈教我的方法 生日快乐 妈妈 我写的是 希望五月三后 那个 演出 上台没有紧张 然后做好自己 就是 看到你 听到妈妈度音时 那个表情 就是非常的认真 你内心是在想些什么呢 我内心是在想 感觉 就第一时间听出来 不是很像我了 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她们 越长和我们要说话的时候 她们是这个 就是 场合吧 她们这样觉得比较多 然后我一听 嗯 这个 声音 像是不像的 然后我就不停在那里 认真的 想 这个到底是个声音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 前一百日 现在呢 居然演出的时间 很近了 很近 然后没想到 在 这样一个时间 今天还有一个 妈妈 在这样 关照我 妈妈平常是工作比较忙的吗 是 非常忙的 所以很多时间的话 练习的时候 包括自己练习的时候 我能见过到妈妈 妈妈对我 那就是 我还是 很意外 很感动 我觉得 妈妈 她对我很爱 是无私的 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 没有到不开心了 还是怎么样 她都是爱我 妈妈说 那你上次练那个 试定我的时候 哭了是吗 你有没有哭到底 是 因为当时 压力是很大 当时练的时候 演技里演出 只剩下 今天 时间 就内心 紧张感觉 一下子 上来了 但你在妈妈面前会否认你哭 为什么 不想让妈妈担心我 我妈和姐姐快乐 ages 到时候 去 后来 看来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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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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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下子认出妈妈的声音吗 我有一下子认出妈妈的声音 因为我的妈妈声音我是特别的了解的 我每天要和她聊天 然后能说话一起玩游戏 妈妈说她有看你每一场演出是不是 陪伴你 对陪伴我很多场演出 你有会在台上的时候找妈妈在哪里吗 我会我跳舞的时候 我跳舞的时候在中间C位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找妈妈 然后我终于找到了妈妈 我就会我就会我就会很开心笑啊 而且很激动 刚刚妈妈有说到说爸爸在家里会陪你一起唱舞跳 对爸爸爸爸爸爸就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我在唱我在练习的舞蹈的时候 爸爸就过来就过来就过来和我一起练习 然后爸爸练得挺搞笑 还要还有还有扭屁股啊什么的 就是特别来逗我 然后呢我们唱歌的时候呢 我唱唱好好的 然后爸爸过来拿着话筒 就过来和我一起唱 你觉得你的表演天赋一传字爸爸还是妈妈 嗯应该是两个符合在一起的 好那你就是妈妈生姓母亲节快乐吧 妈妈母亲节快乐 刚刚前面妈妈声音出来是一位她说啊哈喽西 然后大家都说哎阿师妈极其还是女系 那士 они你听出来是谁的吗 听不出来 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嗯 但你也是 装作不知道是吗 因为不是很确定 妈妈确实是什么 第一次给你听这种路lings形式 嗯 她巡视在家也通常鼓励我 但是这一次是用视频的这种方式来鼓励 因为你现在一个人在重庆吗 那时候会想妈妈吗 会有一点想 会跟他们妈妈说每天的情形成吗 他问的话我会跟他说 因为我怕他 就是 好难 担心我在之间遇到这种困难之类的 你觉得他哪个歌会最喜欢的 离开电视副片 这是我第一次和小伙伴一起唱这种不符合的歌 表现也非常的放得开 我看到你带着王谷杰在那边嗨是不是 王谷杰 他 就是属于跟我一样也是那种慢热的 但是要比我慢一点 估计他再过一会就可以跟我们的很熟了 好那我对问一下 你刚才想问你听妈妈的饮食表情比较的颜色 你当时在想些啥 你当时很惊讶 就是 知道他会突然的 在一个视频里面跟我说这些话 嗯 就是很喊 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爱你 出来之前你觉得会是谁的视频 嗯我本来出来之前呢我觉得以为是黄收完成给我们录的事情 然后结果声音出来就是家长 妈妈都能够的话 嗯 嗯 你前面听到谁呢你觉得最感动 就是除了你妈妈的以外 除了我妈咪 除了我妈咪 我都 张贵远 妈妈 她妈妈说什么会让你有点触动 因为她去比赛一晚然后她妈妈都陪着她 但是我妈咪 我只见到背后 你在上去几个时候你有跟她聊过你的表现吗 我下台要去找我妈妈 然后她就给我说说表演的很好 然后我就说很心 然后后面她就走 她就说消息了 应该是因为周围有很多同学嘛 都在说她也不敢 就讲那些肉麻的话之类的 然后当时呢家长都离场了 妈又只能说消息了 然后她 她回家就问我一看微信 还有在我们那些家族群里面 全部发我 就是她拍我跳舞的视频 我真的觉得还挺开心的 对不起 对 你对此有什么想配妈妈说的呢 实际上是 虽然就是 你陪伴的时间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 觉得在微信上面聊得很多 然后平时微信也聊得很多 然后脊弱感觉 也不正常嘛 就是 就是 人家 你就想哭谁等一家 对呀 对呀 然后就是 哎呀 就这样 比平时 赔我不是特别多 但是 哎呀 白色很 就是 像你 然后 看一样 你这样 就去 你看啊 白色像你 然后 巧克力 多回来 就是 多回来 然后 来就是什么 老是什么 就是妈妈要来看你演出对不对 对呀 好 给她一做 我也开心呀 哎呀 对 还要不要 虽然只有两天了 这两天的排练是不是会更加的动力呢 对呀 很痒也好一点 妈妈不要觉得对不起对不对 对呀 OK 妈妈我们新节快乐 拜拜 你眼睛已经空重了 今天一下午是不是都在想这个 对呀 其实这个主要是幽默方的视频 其实也挺想到的 我以为只是简单的放一个师兄的视频就完了 结果给我们放了 就是那些录音 然后其实我是 我其实提起来还是知道 只是我妈跟我讲的 他录了 然后虽然我也不知道录了什么 我也没问题 然后今天突然就放了 怎么说 就感觉就是听到我自己家的录音 就我妈妈录的那个录音 就是因为前一个是那个 魏子诚妈妈 魏子诚妈妈她 她普通话贼标准 非常标准 像那种喷音的一样 结果结束了 我还在思考下一个声音 结果突然就听到我妈的声 然后她开口第一句话 我就有点想笑了 然后后面 怎么说 就是 就听着听着感觉有点尴尬 然后就 还是感谢妈妈 然后 后面 让王俊熙的时候 就是 本来其实都还挺长的嘛 最最开始的时候 陈俊铭那个 她和妈妈 然后把我们都削了 然后 然后 来了个反转 来了个悲伤点 就是王俊熙和妈妈 就说 本来就是 大概就是说 说 没有陪伴王俊熙 然后当时 就脱出了一点 然后本来当时 哎 强人出了泪水 就 但是 一会 长到瑞 王俊熙已经脱了 再一会 工作人呗 也已经开始很累了 然后我就憋不住了 然后我爹也很累了 然后但是 我觉得 怎么说 现在 要好一点 对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听自己妈妈的录音的时候 一直在笑 然后我听别人妈妈的录音的时候 就哭了 然后反正 刚刚王俊熙 刚刚王俊熙 录的时候又哭了 对 感觉感不出来很紧张 你有没有觉得每个妈妈 跟每个小孩都很像 我也感觉就是 就是王俊熙和妈妈 就是感觉她 她跟王俊熙说话的风格很像 还有 还有就是 陈俊明跟妈妈 就跟陈俊明说话一样 有不同 那你妈妈呢 我觉得妈妈跟女性格 也一样很开朗 而且也有 也有 很多的感想会想要说 对不对 对 你觉得你性格是受她的影响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她的 那对于 要来看夜出的妈妈 爸爸还有外婆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也知道她们 因为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能唱歌 第一次上这种很正式的舞台 然后 所以 她们也很期待我这次表现 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好好地加油 嗯 我对于你妈妈说那句话也挺印象深刻的 就是说 问你紧不紧张 你说 你说不紧张也还是得 她说上次那个考 然后我说 你说紧张也得唱不紧张也得唱 我觉得应该 那是可以 好 对妈妈说 最后就一句母亲节快乐吧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拜拜 妈妈 今天我来给你单独做一碗 出来的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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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其实很可爱这个表现 反正就是母亲节面了 然后给妈妈的表现 就是 这次我才就是先年了 妈妈 就是 注意到 你一听到妈妈的声音的时候 表情非常的冷静 是不是 其实你会享受一点惊喜的 然后到后面 你听到妈妈 就很想去你接 然后表情就 有点严肃的 你的声音跟妈妈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像 有人说过吗 我记得没有 有时候长得像 但是声音 还没有说过挺像的 原来你们长得也很像 有些人有人说过 嗯 但其实你们两个声音也很像 我那时候听录音师一听到 我就知道 哇 这个是王宏杰的妈妈 没有 你们性格是比较像的 是不是 其实 我妈就是比较文静的美女 然后就是 嗯 就是 就是像有没有跟人说 这个要开放过程 今天就是想伙伴们哭的时候 你有没有也 鼻头酸酸呢 其实有的当时 我听到就是 好像是王宏杰的妈妈 然后当时 我听到有点感动 然后当时我就像 出色旁边的反应 结果 全身上 因为我最近都哭了 然后 然后后面 我在看见工作人员 结果都哭了 然后结果就有点蒙 虽然说 心里还挺感动 但是 一家一看到 那么多人哭了 心里是有点 有点萌萌的感觉 你以前有给妈妈做过什么东西吗 早时候就做个课卡 然后就是 感受的东西 然后就好了 做了 嗯 这个你就打算做吗 没想到 就在说 我哥先给我妈妈 然后再 再 再 说我自己做些课卡 然后送给她 母亲节快乐了吧 嗯 我写的是 祝大家 happy everyday 活力满满的度过每一天 在你妈妈声音出来之前 你有没有一直在紧张 因为你妈妈声音出来是顺势还比较后面的 对 对 最开始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妈 哭了这些东西了 然后她一出来 我一定声音又特别像我妈 我一看一次吧 就是我妈 那时候就会特别紧张 感觉这个感觉 你前面有绷不住想哭的时候吗 嗯 感觉听的是眼眶有点热 但哭嘛 她是憋住了 对 你有邀请过妈妈去看你运动会是吗 对 对 那个时候她就在观众区 就一直看我 开舞室表演 然后呢 运动回来 很像我 从录音听起来 佳森妈妈跟佳森一样是比较开朗的性格 是不是 嗯 肯定啊 这毕竟亲生的 你往常会怎么会给妈妈过母亲节 往常 因为小时候嘛 我就一直在帮花花的评训班 然后那每次母亲节的时候 我就喜欢画画的 嗯 那今年还会吗 今年我觉得 画花太老套了 对于我来说 我要画的新方式 给她准备一些大型的一些东西 多么大型 嗯 嗯 就比如说 因为我妈特别喜欢 嗯 就是 付一些保护 保护品啊 什么的 然后我决定 我要从我的银花前进去 嗯 客主买一个比较好的给我 祝我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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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所有人的反应啊 你就是笑的最开心的一个 可能 我妈的那 有点好笑 结果我觉得 她突然 像 念稿一样 非常震惊的说话 我觉得特别的好笑 她平常说话有没有这样 对 她突然这样 这样子说话 都已经比较好笑 那客主买妈妈很认真地准备了对你的留言 对 我也觉得 以前有过这种情势吗 有 就之前 也是一个舞蹈比赛的时候 说的也差不多 第一遍听 我很感动 我的热泪很空 第二遍 我觉得 嗯 也怎么样 然后今天听就觉得很搞笑 那其他那个 这个热泪生的家长给的留言里面有没有让你影响深刻的呢 有 都挺影响深刻的 我觉得 因为每个我们都在认真听嘛 我觉得都这样的听 好 本来觉得你们 就怕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三十多分钟的 录音会有点无聊啊 会有点枯燥什么的 在感觉你的反应都很好 对对对 我觉得 也莫服的 本来我觉得 也觉得会比较无聊 但是 原来听就好像是还 对 我真的都 靠 什么冲浪啊 潜水啊 啥啥啥啥 然后我也很希望能 你有没有做过让妈妈感动的事 我觉得我做过的每一件事 应该我妈都挺感动的 哇 您的母亲姐怎么过 我以外都是周天周天 我妈妈带我出去玩了 给谁过 给我妈妈过 刚才会带我出去玩 就比如说那些心情常会 然后带我出去玩 然后给她买买买 然后给我买买买 然后我就会非常的开心 然后母亲节她开心 我开心 我们都开心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今天我觉得你的表现很出乎我意料 因为我本来以为听录音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有点枯燥无聊 但我看以前程度还挺开心的 妈妈出来之前有没有紧张 没有 那今天说哎呀这么一帅的孩子 居然是我生的 妈妈平常会这么说吗 那这次你觉得妈妈来了以后 会比较像哪一个 虽然妈妈说期待你所有的节目 离开地球表面 因为我离开地球表面 可以在这种很别人的情 那你前面听其他人的那个留言 是否印象比较深刻的 应该 嗯 走线上路的 应该跟我差不多 凌多人把我们练习很多 嗯 你哭了吗 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你觉得哪计划不想出动呢 比如 嗯 妈妈平时不能一直被在你身边 什么什么的 然后看到温君兮哭了 你就想哭了是不是 对呀 你平常一起妈妈和母亲节吗 赫卡 赫卡写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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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呢 爱不爱妈妈 我感觉你和妈妈性格是不是特别像 嗯 也是个话了 她也能怼天怼地怼不气 现在紧张吗 只有两天了 偶尔的歌有点激 但是你今天跳得还可以是不是 太行 还有明天一天加油 加油 我会记住这个夏天有汗水有掌声有你们 你觉得垃圾的笑容 好垃圾我就是苦 就是我就是在认真听每次妈妈对她们孩子说的话 就是说我发现 呃我发现 其实 呃差不多 每个妈妈对孩子都是一样 可能对 呃可能对孩子的要求很高 但是自己在背后就是 会心疼孩子 对 妈妈对你是这样子的吗 妈妈对你是这样子的吗 是 我以为是能分泌多巴胺这个理由 是你怎么知道的呢 如果我的生物学知识推理出来的 我妈可能会觉得 有时候会有点心疼我 然后让我放心一些 你会想说 给她选择哪个舞台会让她最感动的 对 你是不完美小孩吗 还是 对 就是因为她的歌词吧 我觉得 有很多人 对自己的孩子 都是这样 在第一个招常瑞妈妈的问题 呃妈妈的留言出来之前 你觉得是去要看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 就是 以为是 黄鹤 是关键程度 然后但是我又想觉得 他们 那种 不会搞得这么神秘 呃我就想可能是 和我们比较 亲近的人 呃 其实 我 之前的母亲结婚 没有怎么认真的 给我妈妈过 因为 她跟我说 嗯 只要我做好我自己 就是给她最好的礼物 那这次你的母亲节礼物 就是你的舞台 对不对 对 好 那最后对妈妈说一句母亲节 祝福吧 妈妈母亲节快乐 天天开心 就是 感觉 就听别人母亲说话的时候 感觉 他们家里都很可恶 因为我感觉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 跟我妈妈 有时间都会吵架 一些 但最后你有听到妈妈的留言 对不对 听到了 那之前就是在听 各个其他的 女生的 妈妈是你心里有紧张吗 我想 但是当时 看到 看到 上面洗我妈妈的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紧张 你 你觉得她最会期待哪个节目呢 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 我感觉 那应该会期待 自己唱她的一首歌 你以前有让妈妈来看过你的演出吗 之前路演可以来看 她之前自己来 我还没有给她 没有别 我都不记得给她说什么 第一首歌 然后就自己来找到那个地方 你有在台上看到妈妈吗 我没看到 但是她拍了照片 后面发给我 就很多人都说 在汪静兴妈妈妈那个地方 有点泪目 你有吗 其实 我感觉 我感觉 感觉 汪静兴和妈妈 就跟她相聚得很好 因为 其实 当时挺难的 因为之前 之前 跟他们出去玩 汪静兴 跟妈妈打电话 他们聊得就很好 就是感觉 自己还是跟 妈妈交流的 其实也很少 没有 那一盆 你那天有很多的节目 那作为妈妈母亲节礼物 也不错 对不对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你也开心 然后 希望 你能喜欢我的眼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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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